不能小看的风力发动机光打地基就是个大工程 如今我们保护环境的意识越加强烈 各种新能源也都在不断的开发利用 主要的发电方式依靠火力、水力、风力和核能等能源来发电 如今 而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风能 它也是现在发展的比较成熟的供电模式 基本上是各个国家都建设了大型的风力涡轮发电机 它是怎么修建的呢 风力发电机是凭借风能转变为机械能 然后通过带动的转子转动起来 以至于产生的交流电 风力发电机的组成要件主要是风轮、发电机、调向器、塔下、限速安全机构以及储能装置等 风力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并非复杂 十分好理解 在风力十分强劲的地区就会建设这样的风力发电机 风轮受到风力的影响自主转动起来 风轮将风本身具有动能转化为风轮轴的机械能 风轮轴会带动机械发电机旋转提供电力 在大多数人眼里认为风能是与生俱来的 但它实际上是太阳能 因此风力发电机也等同于以太阳能为热源 是一个大气作为工作介质的热能利用发电机 是修建这种发电设备光是打个地机就算是大工程了 究竟有多复杂呢 在风力达到十级的情况下 风力发电机依然能够正常的运转 首先施工人员会选择一个作业地点 然后进行打桩 对建筑颇有了解的人都知道 要想建筑物更加的牢固稳定 一个稳固的地基是必不可少的 接着施工人员会将二十多米的钢筋架构 插入到被打好的装井石中 还需要向内部交出混凝土 做好这些工作才算是真正的打完一个桩了 这个牢固的程度已经可以说得上是非常的顶了 待时间流逝 混凝土会渐渐的凝固住 这时就有人操作人员架势和操控着挖掘机进行挖掘 挖掘深度可达到两米 还会将一部分装体露出来 二十五根窗子处理在此地 就像摆了一个阵法一样 是不是感到十分的神奇呢 而那些被落在外面的窗子 会将上面的混凝土包离开 只留下钢筋 下面则是用来搭建正中心的主要位置 也是塔下将要待的地方 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看着那些排布密密麻麻的钢筋 这足以证明它的牢固性有多强 以塔下为中心 成一个圆形状 然后铺设钢筋架构 这种架构不止一种 包含数值架构 以及零反的圆形架构 看起来是非常的密集 密集程度就如同一大块废铁一般 在钢筋架构搭建好以后 并且浇出完混凝土 最后的杰作就是一个带有尖端的圆柱体 还有等风吹日晒凝固之后 在上面铺盖好泥土 风力乌轮发动机的基座才算完工了 体验到了建造风力发动机基座的不容易了 现在风力发电机也正掀起了一般热潮 它不但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 而且也不存在消耗燃料的问题 而且也不会产生辐射 对我们产生较大的影响 风力发电在芬兰丹麦国家分布较广 如果有机会的话 会去那里游玩 你会发现一排排的风力发电机 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你的感受又是什么呢 感谢观看